中方注意到相关的报道 也注意到朝方为就此发布消息 我刚才已经介绍过 中日之间建有高级别政治对话机制 目前我们也有可以进一步提供的信息 我想强调的是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任何外国不全干涉 日方因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以实际行动体现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 为改善发展两国关系 做出建设性努力 中方对普京总统的表态给予高度评价 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以来 有170多个国家发出正义的声音 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你提到的普京总统的最新表态 是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的体现 也是两国在设计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一贯相互坚定支持的体现 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共同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 各别特别机制专家偏听偏信 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编造的 涉及谎言和虚假信息 滥用职权 公然违反特别机制行为准则 恶意对中国抹黑污蔑 充当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新疆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高度重视劳动者权益保障 依法保护各族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保障各族劳动者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生活 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 一些势力操弄涉将话题 炮制所谓强迫劳动的虚假信息 其实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 企图破坏新疆地区的繁荣稳定 遏制中国发展振兴 他们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我们严正奉雀 个别特别机制专家 立即改弦更张 尊重基本事实 恪守人权理事会授权 和特别机制行为准则 公正客观履职 停止利用谎言挑动对抗 制造分裂 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停止打着联合国旗号 为有关国家打压遏制中国的政治图谋服务 美国高官的有关表态 完全是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充分暴露了美方的强词夺理 强盗逻辑和强权作派 我愿借此机会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 这次事件是美方一手策划和挑起的 前因后果一清二楚 是非屈指一目了然 美国无端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维权在后 佩洛西在美国政府的纵容和安排下 明目张胆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这一道行逆施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理所当然要做出坚决回应 我们的立场正当合理合法 我们的举措坚定有利适度 目的是向肇事分子发出警示 对台独势力进行惩戒 全球已有170多个国家 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美方挑衅 其中包括20位国家元首 7位国家副元首 9位政府首脑 约60国外长 以及联合国等10余个国际组织 形成压倒性声势 如果中方不对美方狂躁 不负责任 极不理性地行进予以坚决抵制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原则 将成为一纸空文 各种分裂分子和极端势力将会变本加厉 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 将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是美方 不是中方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中国只有一个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就是台湾自古道经的现状 1978年 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就是几十年来 一直不变的台海现状 但这个现状确实被打破了 破坏者不是中国 而是美国和台湾分裂势力 2000年 美方把单方面炮制的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至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前 前几年 美方把密而不宣的 所谓对台六项保证 公然放在美国 一中政策的表述当中 民进党上台后 不断推进渐进制台独 大搞去中国化 在各种场合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这些才是改变现状的行为 第三 美方单方面炮制的 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 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背道而驰 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 美方不断改变现状 不断切香肠 在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试图突破中国的红线和底线 但美方以台制华 纯属痴心妄想 佩洛西制造的这场闹剧 根本不可能影响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 也丝毫不会损害 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 更阻挡不了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不信邪 不怕鬼 捍卫核心利益坚定不移 我们严正警告美方 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 玩火者绝对没有好下场 犯我中华者 必将受到惩处 第四 中方事先早已多次证告美国 佩洛西窜台是制造危机 将给双方交流合作 造成重大干扰和破坏 美方对此之若网闻 一意孤行 佩洛西窜台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中方当然要予以坚决回忆 美国必须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中方有言在先 说到做到 美方不应感到意外 受佩洛西窜台严重影响 中方不得不暂停 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商谈 美国不代表全世界 中方将一如既往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和多边合作 继续坚定不移推进 探达峰探中和目标 积极参与气候变化主要渠道谈判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 做出自身贡献 美方要做的不是无端批评 恶意抹黑他国 而是认真履行自己应兴的义务 落实早就做出的承诺 不要混淆是非转移视线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 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 正确道路上来 停止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言行 为中美合作 创造必要条件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档口 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是冒险和不负责任的 正如曾参与起草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辛格博士 前不久所指出的那样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十分关键 美国不应该采取欺骗性手段 或渐进方式 推动两个中国方案 希望美方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回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上来 将一个中国原则 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不要在歪曲 篡改 虚化 掏空 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道路上 越走越远 越来越前 anx 越南 感程 越南